哈喽大家好 我是Elizabeth 今天要介绍的是龙葵 昨天我们跟我 先生跟我的狗狗 一起上山踩的 我是住在澳洲的Elizabeth 你看这个是龙葵 昨天我们在 那个山 山山野外的地方去踩 澳洲也有龙葵 你看到处都有的 那个野果 什么都有那边 可是我只是踩了龙葵 其他的果我没有踩 因为要下雨了 要下雨了 所以我就没有踩很多 就踩一点点 去到 去到那边就下雨了 然后赶着回来 没有踩很多 所以拍了一段在山外的视频 龙葵是有 治肠尿病 还有治癌的 它在控制细胞 不会扩散 如果已经有了 有了那个 癌细胞 癌细胞的人 这样你 你一定要把那个 吃的龙葵 它不会把那个 癌细胞 不会再扩散 叫你每天去 去采龙葵来吃 吃的有些人会吃好的 怎么样有些人吃不好呢 因为它没有戒掉什么 腌酒 炸的 炸的东西 还有那个 那个 什么 放在那个 那个oven那边 烤的 烤的东西也不可以吃 所以这个要 一定要把它戒掉 腌酒 烤的东西 炸的东西 还有那个 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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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用烟 腌过的鲜鱼 也不可以吃 太油腻的东西 也不可以吃 所以呢 怎么会讲 有些人讲 哎 我吃到每一项 我问他 你是 热肠吃些什么 有的他会写 那个短信给我吗 这样我就问他 你热肠 有没有吃这个那个那个的 有啊 有吃啊 我讲你这个要戒掉 没有戒掉呢 你吃那个西医的药也不会好 我讲 这个呢 有的时候比那个西 炒我们的中药啊 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中药啊 中药啊 药草啊 我看这个是自然的 药药来的 这个呢 也会吃得好的 因为怎么样呢 有一些人不相信这个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 我的 认识的粉丝 他就 他就看到我的视频 他就 他讲 他就早上找到我 他讲 哎 我的父亲 他 有了那个 有了那个 那个 什么 那个癌症 有了癌症 他讲 劝他去吃中药 他又不要吃 他讲 他想去化疗 然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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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的儿子欠他 他也不听 然后他就叫我上门去看看他吧 去看看他 我欠他 他也不听 因为他们 他们家里有钱嘛 相信那个西医 不相信我们那些中药 所以没办法 然后他去化疗化疗 然后没有去 他死掉了 去吃了 没有了 所以中药也是会 会治得到的 如果 你知道那个化疗 多厉害 一化疗 你里面的那个癌细胞 癌细胞 是在身体的 你一化疗 他是用那个 那个很强的那个光线 来射上去的 射上去 把他杀死那个 那个癌细胞 可是你 杀死癌细胞 同样你的 好的细胞也杀死掉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比你还没有去做化疗 更糟糕 一回来就 一直大病大病 大病 死掉了 死掉了 没在了 去世了 他不相信 如果是这样 我有一些 有一些 粉丝 他都听我的 他都吃草药 有些都吃好了 就算不好 也不会被 那个 那个化疗 那个机器 那个 X光 把你里面 烧到 烧焦去的 烧焦了才死 都这么可怜 脸色的变了 不一样的 也脱发 一句话 以后 他就脱发了 这么苦 苦不康言 可是他们 有一些人 他不听 他信西医 这个没办法 个人的思想 我们欠你 他也不会听 是吧 这样没办法 没办法 就这样了 所以我们要信中药 我是讲 如果有缘分的 中药的 缘分 他们会吃 那你去化疗 也死 也许有的时候 你那个 吃中药 还会保你的命 要按 按着那个药方 去吃 吃的话 你就是要 戒掉那什么 腌 酒 烤的东西 油炸的东西 太油腻的东西 那个腌的 咸鱼 那些 鱼干 什么干 那些都不要吃 所以 这样才会 戒掉那些 才会好的 所以 一有了癌症 一定要 戒了那个 不可以吃的东西 才吃中药 是吗 嗯 这样 这样 这样好了 我是 伊利沙本 帮我点个赞 谢谢